在這場比賽廣仗大也是在主場非常漂亮地獲得了3比1的勝利 而且也打破了之前在主場對韓國球隊不勝的這樣一個記錄 高林你怎麼解釋你最近的狀態這麼出色呢 沒有吧 因為前一段準備期時間短 然後大家可能狀態都進入得比較慢 然後通過這五六場比賽 然後大家慢慢地在成熟 慢慢越磨合得越來越好 包括跟新的外援 然後大家可以說越踢默契度越高吧 所以自然而然會反映在比賽當中吧 其實這場比賽之前你是沒有進入首發名單的 只是臨時就突然間出現了一些狀況 然後你進入首發 當時你自己這個感覺是怎麼樣的 做好準備了吧 因為可能之前就告訴過我 然後穆里希可能有點問題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比賽 然後所以自己也做了準備 但是只要教練安排了就積極地去上場比賽吧 下半場看到你非常努力 其實你也想過 有過這個打入帽子戲法的這樣一個想法吧 但是看到你幾個進球 幾個球都挺無私的傳給隊友 我覺得所有個人的榮譽 然後都是建立在球隊的基礎上 所以一個球隊好 然後個人才會有表現的機會吧 沒有什麼想法吧 接下來就是背靠背的一個課場了 那這兩場比賽如果都拿下的話 將很有可能鎖定這個小組的出現權 你自己怎麼看呢 一場一場踢吧 然後每一場比賽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 然後其實不打到最後一輪 你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只能說我們去保持最好的狀態 然後爭取去贏下每一場比賽吧 好 行 謝謝 謝謝